所以觉得我这个问题的人很多 说AI会不会替代程序员 而且问的人基本有两种 一种是对于科技行业完全不懂的人 另一种就是一些孩子的家长 他们的初衷很简单 一个是对科技行业不懂的人 他们真的好奇这个问题 或者是他们有些其他的初衷 但是他们真的想知道 AI现在到底能不能替代程序员 他们没有当过程序员 他们不知道程序员是什么样的生活 但是他们希望能够用AI的力量 去帮他们去省掉一些程序员 那另一种就是一些孩子的家长 他们会问如果AI能替代程序员的话 那么是不是以后就不要学computer science 不要学计算机这个专业了 今天我对这些人来一个 系统性的很浅显的一个回答 那这个回答是非常非常浅显的 如果有任何一些更深入的一些想法 欢迎咱们再交流 但是我这里不会对这个话题进行 过于深度的这个解答 首先就很多人认为 只要携带码就得程序员 那显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并不是写代码等于程序员 程序员的全称叫Sortware Engineer 或者叫软件工程师 他核心的是工程师 他并不只等于写代码 写代码是程序员工作中的其中的一部分 那么工程师他就是解决一个系统问题 解决一个设计问题 那么核心的问题就是说 你要解决问题 你要设计东西 你要产出 那写代码显然是这份工作里面的一小部分 那很多人不理解 他看到ChatGPT可以写代码 他们就认为 那你只要能写代码 你就是程序员 你就能替代掉那些人 其实并不是的 写代码只是这些人的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那么一个程序员工作需要哪些部分呢 他首先需要设计 对于一个新的系统 我要设计一个新的系统 让他跑起来 不是写代码 然后是我要理解 可能在之前之后有很多其他的工作 比如说我要和 Product Manager产品经理 我要和Project Manager 我要跟他们去交流 去理解需求 我要去沟通 我要去开会 要用我的支持去告诉他们 哪个东西可以做哪个东西不能做 哪个东西做起来是有难度的 有多少成本 有多少时间 这个是我要跟他们沟通的 再有一个程序员 很关键的一部分 就是要调试 要测试 要部署 这些都是非常复杂 非常非常琐碎的工作 你要把这个 来码去部署 或者去发布出去 或者是要调试 我要写测试 让这一部分去保证 它和我预期的行为是完全符合的 再来说一个程序员 他要理解团队的工作 团队的项目 同时他要学习 学习已经有的业务流程 已经有的代码库 以及未来新的技术 未来新的库 新的领域 这些知识 domain knowledge 所以说程序员的工作 是非常非常复杂 分成非常非常多的块 而且代码 只是程序员工作中的 其中非常少的一部分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 不超过10% 甚至不超过5% 比如说一个程序员 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 或者从早上10点 到晚上7点钟 8点钟 10点钟下班 那么他真正有效率的 携带码的这些时间 可能一个小时 或者半个小时 就是真正全身贯注 focus在这个事情上的 可能就是一个小时左右 那么这一部分的工作量 实际上是很少的 而且他真正携带码的时候 真正一直在敲带码的 那一部分时间 又是很少的 可能最后核心的 你算把它所有的 敲带码的时间加起来 可能就是10分钟 20分钟 剩下的时间 都是在搜索 都是在学习 都是在理解读文档 都是在开会 都是在设计 都是在讨论 都是在测试 都是在做code review 跟同事们去沟通 那其实写带码的时间 非常少 就是说如果 ChairGPT 或者Large Language Model 大模型 AA的这些大模型 能够替代程序员 那么也只能替代掉 那些10分钟 20分钟的 那个写带码的时间 剩下的工作 我这里所有写的这些工作 目前它是很难替代掉的 当然我不说 以后不能替代掉 但是目前 以目前GPT 3.5 GPT 4 这个能力 他们完成这些工作 是不可能的 就说他们写代码的能力 还是可以的 但是 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些真实 首先你是做跑合格的业务的 其次呢 对于成熟的语言 成熟的框架 成熟的产品 成熟的环境 成熟的算法 成熟的定义 ChairGPT可以写出来 非常比较精确 比较合理 比较舒服的 错误率比较低的代码 但是如果对于一个 非常非常复杂的 新的语言 新的场景 新的环境 没有很多文档 没有很多机会去理解 你要去求助需要怎么样 目前ChairGPT是 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包括GitHub Compilot 包括所有你看到的 市面上的工具 对于一个新的场景 新的语言 新的环境 新的什么东西 他们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哪怕这鞋代码 这个一个小的需求 也必须要在非常严苛的环境下 你所谓的Large Luxe Model 可以帮你去解决一部分 新的环境 不成熟的酷 不成熟的语言 不主流的业务 还有一些 AI不了解的这些场景 设计环境 那么他们是解决不了 这些问题的 你都喂给他 他也解决不了 而且都喂给他 这个成本也非常非常高 很多人就问一个 另一个问题 说Devon能替代程序员吗 其实我在 刚好一年前 2023年10月的时候 6月的时候 我讲了一个东西 自动变成机 其实就是Devon Devon的这个模式 说你要给他一些环境 给他一些 让他可以去搜索 有一些环境 让他自己去编写 自己去部署 自己去完成 但是现在Devon的完成程度 是非常低的 因为Devon也是要拥有 那些已经有的那些模型 包括GPT 包括其他的模型 那么Devon目前的 完成度是非常低 而且几乎解决不了任何 稍微复杂一点点的 这些工作 Devon并不是一个全能的人 Devon也不能替代程序员 也不能替代产品经理 他只能完成一些 非常简单的一些任务 当然我相信科技是会 可能会现行发展 可能会爆发式发展 Devon会进化 会完成下一步的目标 也许Devon 5年10年后 会替代掉更好的工作 或者是完成 更出色的这些任务 但是今天此时此刻 Devon是替代不了程序员的 Devon的能力 可能相当于一个 大一或者大二的一个小朋友 他们如果说你要用在工业上 一些senior的 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去替代到这些职位的人 去写代码 目前是几乎不可能的 我虽然一年前提出这个想法 但是我没有写 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遗憾 我应该换点时间把当时这个东西 梳理梳理写出来 而且后来我发现 也不像我当时想的 就是一天之内能写完 其实也并不是这样子 从另一个角度来想 说程序员其实是 人类所有的职业里面 相对来说复杂的职业 就很多白领职业 会计 财报 设计 产品经理 HR 包括什么律师 包括诊计 商业分析 所有工作里面 程序员是相对来说复杂的工作了 如果程序员被 如果有一天真的 有一个厂家或者有一个公司 他宣布一个程序员真的被AIT代掉了 那么这公司里面99%的其他的职业 一定早就会被AIT代掉了 替代掉程序员一定是 相对来说比较靠后的职业 那之前 程序员之前有几百个职业 那些是会被优先替代掉的 如果你还没有替代掉 那么程序员还是一个相对于安稳的职业 所以说你不要担心 就是说我的孩子学了Computer Science 是不是以后会被AIT代掉 不会的 AIT先会替代掉其他的职业工作 先会替代掉美术 设计 产品经理 商业分析 律师 运营 客服 这个什么销售 先把这些全都替代掉 可能在之后做一些逻辑上非常复杂的工作 会被AIT代掉 那程序员是其中之一 如果还没有替代到前面这个工作 程序员这个工作是相对稳定的 因为它这个工作的复杂度确实稍微高一些 而且你要相信一点 你今天看到的所有的AI的产品 AI的模型 AI的这些产品化的这些东西 商业化的这些所有的项目 所有的手头的这些新奇的玩意儿 都是程序员完成的 它不只是需要模型 它还需要把它部署进来 还要涉及它的UI 还有思考到的商业模式 还要把这些东西 去如果设计信息 如果设计各的业务流程 这些东西都是程序员和产品经理去创造的 如果你相信未来AI会越来越重要 那么这些工作 这些系统 这些工具 这些项目 也是需要程序员去完成的 不可能由其他的人来完成 你明白吗 最后我就想聊一聊 为什么很多人会迷信 AI会替代程序员 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因为 程序员这个领域 它接触科技的发展会看得多一些 会看得更超前一些 Chap GT刚出来之后 大部分DP适用的 基本上除了创投圈的那些人 就是程序员 科技从学者 大家发现 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不错的 很好玩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程序员这个行业 包括OpenAI自己的人 他们一定会对 Large Luxury Model 能做哪些东西 能做哪些Coding的工作 能做哪些编程的工作 有更多的探索 所以说 这些人一定会 发自内心的去认为 这个程序员这个工作 开始受到了AI更多的帮助 因为我们先了解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先意识到这些东西 觉得我们有多大的帮助 所以说 当人们看到他能写出 这么好的代码的时候 这些人也是最早的 在社交媒体上去惊叹的 这个东西 所以说 毫无疑问程序员最先了解 ChartGPT 最先了解这些Large Luxury Model 一个大的社区群体 所以说 AI会替代程序员 当然是这里面 其中的一批人 如果是编剧先接触 ChartGPT 那一定是编剧先说 AI会替代编剧 或者说 律史先接触 ChartGPT 律师会说 ChartGPT会替代律史 但其实并不是 程序员先接触了 所以程序员声音会更大一些 再要一点 很多人 我觉得他自己心态 是有问题的 他觉得 他觉得AI时代会来临了 所以说 他觉得AI先会替代程序员 他希望程序员这些人 先会被替代掉 他自己认为 自己会更安全 其实我觉得这些人 是自己心态 或者是意识上 有些问题 首先他不是程序员 他也不了解 科技行业的发展 其次他就希望 他就有点 吃不着葡萄 希望葡萄酸 什么之类的 他希望 你们这些什么 抓住风口的人先被替代掉 其实我觉得这些人 是脑子有病 纯粹脑子有病 他们也会跟着他们去喊 程序员被AI的掉 所以你们不要学计算机的 不要当成选了 我其实很瞧不起这些人 但是这些人其实 现实中 有很多人 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 有很多人是真心这么想的 我觉得 允许他们这么想 但是这么想 他们的思想自由 但是只能说 你如果真这么想 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再有一点就是说 很多 妈妈也是很担心 因为这些人说了 AI会替代程序员 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就跟孩子说 你不要学计算机了 因为程序员会先被替代掉 你要学其他专业 其实任何专业里面 AI都可能比替代程序员更简单 机械 材料 什么所谓的那些化工 他们AI替代起来 远远比程序员更简单 至于有一些 AI真的替代不了那些行业 比如说像数学物理 可能比如说要 数理推导这个东西 AI要走 有很远很远的路要走 但是那个时候会非常非常遥远 而且职业行业本身也不好找工作 你让孩子学这个专业之后 可能很多人 比如说你要在美国去 让孩子学这个专业之后 孩子还是要当程序员 要转码 要怎么怎么样 所以说学那个专业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性 还是他那时时当程序员 因为引领AI和善业革命 引领技术革命的那些人一定还是程序员 一定还是对deep learning 对machine learning这个领域里面 有积累 有学习 有活力的这些人 那这些人一定还是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行业出毕业出身的这些人 那其他其他行业一定机会更少 那再有一点就是很多家长会觉得学 因为很多学校去分AI专业和计算机专业 尤其在中国很多学校就分人工智能专业和计算机专业 其实我个人认为一个成熟的计算机专业 应该包括一些AI的相关的课程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AI相关的课程其实就包括deep learning 然后和神经网络 或者一些什么流行的这些东西 而AI相关的专业 我个人反而是觉得 它包括的 你当然这个东西首先是挂牌子 一个专业的名字 可能其实没有很多的区别 或者说就是为了招生 他其实多挂了一个牌子 多招一批人 其实里面教的课还是一批一课 或者70% 80%的课都是一样的 里面多加两门课三门课 其实你不要对这个东西过于的担忧 因为其实本质上来说 现阶段好的AI的这些技术 其实都是来自于computer science 它没有来自于其他的这些专业 跟统计也是渐行渐远 跟数学更是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 有很多人会思考说 我孩子要做AI 对AI感兴趣 是不是让他学个统计 学个数学 那么今天此时此刻 Large Language Model 或者是一些非常高级 非常复杂 非常现代的这些 Neural Network这些模型 跟数学跟统计 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是一个纯工程 计算机领域的一个工程问题 所以说踏踏实实选计算机科学 不要去想那些其他的 都没有的专业 至于那些人工智能专业要不要选 我请那些一些家长们去 看一看学校有什么课 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我建议还是踏踏实实选 计算机专业 毕竟还是学的东西更广泛一些 AI现在这个专业 很多人瞎去部署 因为很多一本普通 二本他也开AI的专业 人工智能的专业 里边的老师根本就对这个行业 一点都不懂 但是他要开这个专业 就可能一个三线的一个省会 一个什么大学 他也是211 但这里边的从系主任到教授们 到刚才这些教授们 都是混蛋 他们不懂这个领域 所以说你也不要去跟他们去读 AI什么专业 他们课程设置可能也设置的不太好 所以你还是要去选计算机专业 认识计算机专业 孩子对着感兴趣可以休起门课 因为现在的变化还是很大的 任何你今天设置的课程 两年后就不一样了 而今天流行的东西 在两年前也是意识不到的 也是超前的 比如说两年前 两三年前 人们都认为AI快融不到钱了 人们都认为AI这一轮资本靠谱快破裂了 但实际上large-lapse model出来之后 所有做CV的 做reforce learning的那些人 就都傻眼了 因为你这领域那么多钱 他们那领域没有钱了 或者说他们以前设置的课程过时了 在之前有一堆人是统计那一期的 搞背审的那批人 他们那个东西跟现在脱钩更远 可能脱钩了十个年左右的东西 十年前 二十年 他们那个东西非常流行 十年前都不应该说了 是2014年的时候 Newon Network已经非常流行了 就是15年以前 他们的东西可能是非常流行的一套东西 但是今天来看 那套东西非常非常过时 而且在市场上几乎也碰不到热点了 当然还是有需求的 做传统的 Bation的一些master learning的人 是有需求的 但是已经跟现在这个时代距离特别遥远了 所以说如果你不要追求一个新的专业 新的设计一个学院 新的专业 就是让孩子去 因为那个东西有可能 首先教授他们不懂 其实他们懂他们那个东西可能在两年前死 两年后三年后也会过时的 所以说不要有这个忧虑 今天好像就讲这些了 希望大家还是非常浅显的跟大家聊一些问题 AI这个领域替代可以替代所有的专业 1985年IBM深蓝第一次替代掉这个人工国际象棋的这个选手 那个时候AI就已经打败人类了 1985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爸和我妈还没不认识呢 然后AlphaGoAlphaZero又打败了人工智能的这些 围棋的这个算法又打败了人工智能最最顶级的冠军科捷 然后CV领域里2013年其实就人脸识别识别一些东西 其实那个时候Deep Learning这些神经网络这些算法就打败了人类 就是你识别一个人类识别小动物识别一个花 它早就打败人类了 再比如说像今天ChatGPT替代掉一些其他的工作 但是你我认为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程序员 程序员这个行业里面替代掉你的东西很多 新的框架新的技术新的语言 就把一批程序员替代掉了 唯独唯独唯独AI不会替代程序员 AI一定是最后一个替代程序员的人 AI如果替代职业一定是先替代会计 商业分析运营销售客服 产品经理什么风险控制 什么银行投资一定先把这些人都替代掉了 设计美工把这些人替代掉之后最后再替代程序员了 如果你认为我的想法正确的欢迎点个赞 如果你认为欢迎来评论区多聊一聊 好 现在就聊这些